对中国的感觉到底该如何感觉中国 其实在今天早上我看到另外一篇长文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刊登这个媒体是端传媒 他是讲述了那些从中国润出去的中国人团体 又润回国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心态 那么在这篇长文中有非常多的故事 让我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里面这个文章的作者是采访到了 可能是一些在中国享有极度特权的人士 比如说有一个从上海润出中国 但是在疫情上海大封城之后又润回中国的人 他就讲述了为什么他选择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又回到中国 当然了这些人他们身上或许有特权 或许他们认为在海外他们所享有的自由 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无惧无数的感觉 并不能化为对于他们品质生活的提升 所以他们选择重回中国 这个文章是比较长 讲述的这个群体也有好几波 我觉得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角度 尤其是我看到在上海据说是有60万人 在上海大封城期间可以持有一个很特别的健康码 叫做灰码 这个灰码是区别于红绿黄之间 红绿黄之外 那么如果你持有灰码 基本上你是不会受到这个健康码的束缚 可以拥有在大封城期间有一个比较高度的自由行动的权利 所以这个是我之前没听过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讲述 从这样的一篇文章中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中国 那些润出中国又回流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这一篇文章也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找不到这个文章也不要紧 我们华尔街电视已经把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 经过了整理和重点提炼分享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视频已经是上线了 小人讲得非常好 找的这个材料也非常好 我们的华尔街论坛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的观众看待美国 看待欧洲 看待世界 甚至当然也包括看待中国 更加多元一些 更加丰富一些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不要单一的简单着看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体制的缺陷和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同样俯视我们的观察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八十年代我们所形成的世界观 和这些年 那么这些八十年代的世界观的人 由于对世界缺乏了一种更新的能力 以他们的价值观 以他们的眼光 以他们的知名度 以他们的影响力 甚至以他们的专业知识 但是对今天的中国人的误导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种危害性 有时候认为良心 道德 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人否认良心 没有人否认这个价值 但是有时候基本的事实 如果你服侍了 而是在八十年代那种价值观的视角之下 那会让你的人生可能会沉默着怨恨 沉默着失望 沉默着一种对前途的渺亡 其实今天的中国也好 今天的欧洲也好 即算是欧洲出现了衰落 也比之前的欧洲不止了好多少 以前的欧洲没有像今天这样 进入世界的全部 以前的欧洲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对自己有更多的反省 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顾上了中国给他们带来的生活的一些品质 或者其他国家给他带来的生活品质 世界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新的希望 但是很多人 裸武的人其实裸武并不可怕 可怕的他们还在误导很多人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由彭博社的CIA 彭博社接入CIA公开喊话 要求中国使领馆 愿意合作的前工作人员 来美国使领馆进行面谈 谈到了这样的端长媒的一篇文章 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 因为一开始包括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比较害人听闻 但是在国庆时节 这样的一个消息又被我个人心中认为 比较权威和客观的媒体 新闹日报也好 或者是联合早报也好给转载了 那么更有香港的媒体记者 到了事件发生地进行实地的探查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消息 还是有必要拿出来说一说 这个事情就是湖南少阳公安局局长 李长岳疯传是被特警 这个在升旗仪式上当场射击受重伤 这么一个疯传的讨论的消息 那么据说是湖南省的韶阳市的公安局大院 在10月1日升旗时传出了枪击事件 韶阳的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长岳 一名特警队员两人是中枪送院 那么据说这个开枪的这个特警 叫做这个端鹏 这个开枪的特警是选择自我了断 已经是身亡 但是局长仍在抢救之中 但是呢有记者去电韶阳公安局值班人员 那么这些值班人员在接受电话查询时 在接受明报新闻网记者的电话查询时说 没听闻此事也敦促记者说不信谣不传谣 目前为止官方是没有通报这样的一个传闻中的事件 没有任何正式的通报 但是在10月1日的时候 在互联网上在中文的互联网上的热传的消息是 在韶阳公安局10月1日举行国庆升旗典礼期间 在场的公安局局长李长岳遭枪击导致重伤送一 那开枪的是一名猎豹突击队成员 他开了数枪包括向局长开了两枪 随后这名特警也开枪选择自我了断 两人是送一抢救 那么根据湖南媒体的2022年的报道 所谓的这个猎豹突击队是韶阳公安局巡逻特警支队 特警二大队成立于2008年 现有成员17人辅警13人 主要负责的是维稳处理突发事件和反恐防暴等工作 号称是公安铁军 那么消息人士说 枪手是在2010年从湖南警察学院毕业 2013年加入巡逻特警大队履历战功多次获奖 包括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 那么在昨天晚上 在昨天稍晚的时候 我也是亲自的去搜了一下这个青年民警的相关的报道 确实是有不少官方的这个报道的页面 是没有办法打开 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呢 这个局长李长岳现年52岁 曾在这个公安系统其他的地方工作 在2021年调职 韶阳市上月29日晚 李长岳还出席了全市信访重点工作专题调度试相会 那么明报新闻网的记者是特意去了一趟 这个韶阳公安局的公安局大院 那么这个地方是坐落在滋江边 在公安局正门对面有很多酒店宾馆 其中一间酒店前台人员对明报新闻网说 他是下午的班当前经营一切正常 对面的公安局看起来非常的平静 但是听说早上有派出所来这个酒店里调查 这个值班的酒店人员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另一间酒店的工作人员则说呢 没听说发生什么事 也说自己不会八卦 那么这个明报也是致电了韶阳市的公安局 查询是否发生局长被枪击一事 那接线者先问是哪里听到的消息 随后表示不信谣不传谣 还说网上的信息空穴来风不要去信 他同时表示呢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 那么明报还特地向韶阳市政府求证 但是电话呀没人接听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国庆放假期间 那么这个消息其实一传开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讨论 因为这个消息呢有很多的疑点 第一个消息来源没有不是一个权威的信息来源的 不是像中国媒体财新啊 也不像香港的这个媒体信道日报 所以这个在查询来源的这个过程就是比较的艰辛 但是大家更多的疑问是一般对于可能是对于这个中国的公安系统 或者是这个警察系统比较了解的人会说 在公安局的这个建筑里呢 一般啊这个枪械和子弹是分开放的 那即便你举行升级仪式呢 你可能一些这个特勤人员会着这些枪械装备 那子弹也不会和枪放在一起 所以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景 能在升起时候携带着子弹又携带着枪 这个呢按照一个公安局里的一个安全规则来说 是好似乎是不太能说得过去 那但是这个等会要向何斌先生进行求证和咨询 第二是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相应的警警通报 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可以佐证这样的一个传闻 大家呢也只是传来传去 不知道这个源头啊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第三个疑问就是这个疑问呢也是我最大的疑问 为什么在网上关于这样的一个受过多次嘉奖的特警人员 一米九的身高的两百斤的这样的一名特警 他的这个2022年的报道呢 在很多网站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是404的状态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删除的状况并不是全网的封封尽 你在一些边边角网络的边边缘角落呢 还是搜到还是可以搜到相应的报道 那么是李长岳出事了还是说这名这个特警出事了 还是说真的如传闻所言 在升旗时候在韶阳公安局的大院内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啊 何斌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最近湖南的事情比较多 无论是这个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公安局 还是现在的这个市啊 还是现在的这个湖南省委省政府 那我估计都是非常的紧张啊 那么一个财政厅长这么搞掉了啊 这样一个局长这么搞掉了 当然你从现在的官民的这个 这种冲突啊这种问题的这个解决 变成这么一种极端 这个对中国的下一国的行政体制的谋设定 这些案件啊都会起一些推动性的这种作用 中国的公安啊 大部分是没有枪的 或者是有枪呢也是假枪 里面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子弹 中国又不是一个枪制泛滥的一个国家 其实应该对这个一般的这种警察的这个枪械的管理啊 应该更加严格一些 我们知道平时候啊 这个警察啊他都是一个 其实美国可能也差不多啊 他有所谓的军戒库啊 就是某种原因我要去去了啊 我就是领枪领子弹这些东西 特警呢他因为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呢就给予他们的这个机会啊 可能是长探的 长探的机率比较大 那即算是不是长探 他们还是可以玩一些花样的 比如说 平时还隐藏一些子弹或者是找到其他方式 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很多案件里面都可以发现有这样一种一种记录 我们当然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悲剧 肯定是这两个人有很大的这个怨恨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避掉一个公安局长当然比避掉一个这个老百姓要还是要好很多 避掉一个老百姓大家一下子就忘记了 即算是老百姓愤怒一下 但是干掉一个局长就会对体制的震动是非常非常之大 那公安局为了就有可能会推动这种变革 在现在的这种文明社会里面还要不要让一般的这种警察拍枪 或者是要不要拍子弹真是一个问题 你像我到印度去看的时候 印度的警察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的很好玩 为什么呢 他不就穿一身制服 你觉得他是个警察 他什么都没有 不像我们纽约警察每个人都身上背着很多东西 那么听说这样一个主动是当年的干地所留下来的 他认为民众之间的矛盾 你用不着用一个枪支来对付 甚至在印度都没什么手铐 他们有时候把人抓了以后 这个警察就手中抓到另外一个被抓的这个人的手 在街上这样走 你还吓一跳 以为这两个同心力 其实他不是 他是一个警察抓了一个囚犯 抓了一个罪犯或者是欣贤 或者是罪嫌 那么我不是说 这个印度的这种事情呢 就一定要盗版在中国 而只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警察系统 应该慢慢开始走成一个 这个非武器化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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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 这个警卫系 这样一个 警察系统 当然我 讲的这个武器化有一点太简化了 就是说能不能生产一种 非致命性的 但是可以制止动作的这种武器 中国的现在制造业很有想象力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碰到这个囚犯在 不是囚犯 碰到人在街上闹事 对不对 你一枪打过去 这样的麻在一下 麻在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不至于造成生命危险 但是你能够及时阻止它 下一步的这种罗马行为 武器的改造 治安方式的改造 是中国有可能会给世界 或者当然 首先不是给世界 首先是给自己这个国家 带来一个文明的进化 真的是没有必要 非得把一个人给干掉 你如果把他及时制止 对对方来讲 他不但是留下一个命 这个社会就不会产生一种 以暴示暴的这么一个循环 美国就一直没有走出来 美国没有走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整个的体制是建立在一个 警察是建立在一个 暴力和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警察的权力固大 他又面临到一个极其危险的一个局面 对吧 谁都有可能有枪拿出来 所以美国的警察真的是很 很能够理解 早几天我一起吃饭的时候 还有一个警察 我们一个朋友的小孩已经上了警察了 我当时就是老子里老是在想 这样一个年轻的英俊的小伙子 哎呀当警察 果然是值得骄傲 同时也知道 他是一种危险之中 危险之中 美国的警察令人感觉的担忧和敬佩的地方 也在这个地方 但是中国的不同 中国的这个警察呀 他有一个可能性的改变空间 就是改变他的武器的方式 不要那么一点是致命性的武器 这样的话我们的公安局长也可以嚣张一点 也不至于这么一枪毙命 因为管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的 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人的类型世界怎么想的 对你恨到什么程度 如果他有一支枪 把你造成这种情况 那正是令人遗憾 那早几天 就是一两个星期以前 美国的一个警长 一个警长 他就把一个法国给毙掉 对吧 但是少阳这个事情呢 你要无限的去延伸 你可以延伸到体制的问题 才能去改变体制 但是美国发生的这种事情 它就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一个案子 过去了就过去了 大家就忘记了 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 就会让湖南省委紧张 就会让公安部长紧张 然后就开始内部发文件 然后开始修正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中国走向法制 对于我们民众的 非致命性武器的改造 我觉得是未来可能 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刚才这个评论里也有说 我们可以中国的公安系统 可以配备电机枪 或者是辣椒水 或者等等等等 其实关于中国公安的 一些枪械的配给 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的 比如全世界威力最低的左轮手枪 林武士转轮手枪 中国在研发一些警用专门装备的时候 是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 这里也不展开说了 只不过 怎么说 这个枪支在中国民间 被认为 这个大家 一方面不太愿意去谈 另外一方面 又特别 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枪支的话题 是比较的热衷 但是作为一个14亿的大国 这个中国的警察 这个警察的这个力量 在执法时 和如何使用枪支 如何看待在执法时 使用这些致命性装备 是闹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笑话 但是再回到湖南韶阳这件事 这件事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一个官方的公告 只不过是有一些被认为 是权威的媒体 已经报道了这样的一个传言 甚至是有记者 亲自到了这个韶阳公安局门口 向周围的这些店家来求证这件事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 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不过湖南这几天出的事情 确实是比较多了 那未来还会不会出事 这让我觉得谁也说不准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要讨论的话题 都讨论完毕了 依然是要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卖团 感谢金山 感谢艺人 感谢云水 感谢David 感谢我是ZZ 感谢各位的支持 今天的这个我是ZZ 也是非常的豪爽 感谢各位的支持 而且他主要是因为 你现在节目做得非常好 他们觉得哇厉害厉害 好那今天 以后你再好是多加一个机会 那么明天我们的华尔街论坛 依然会继续回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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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